光阳三世 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 有人说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 一段感情来得突然 去得也快 但不知为何 我依旧相信一见钟情的意义 一起欣赏今天的故事 初见情心 2022年12月20号 纽约肯尼提机场繁忙依旧 这里每天都有十余万人跨境往返 如果运气不好 可能会在等候安检时排队 动辄一个多小时的延误 常常会让人错过航班 焦急赶路的德利就是今日迟到大军的一员 仅仅晚了四分钟 本次前往伦敦的航班便与他无缘 欢声笑语之中又多了一个空座位 不过这未尝是一件坏事 如果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那这场错过就一定会带来崭新的命运 德利这辈子害怕的事情有很多 他不爱吃美乃滋甜酱 不喜欢狭小空间 更不想去看牙医 直到某日身为大学教授的父亲 要前往莎士比亚的故乡 却不带上妻子与女儿 德利在从母亲的眼神中 看到此生最害怕的东西 那就是一段不再美好的感情 相较之下 错过航班还可以被捕救 德利当即联系远在伦敦的父亲 自己明天会晚到些 他成功买到下堂航班的机票 只是德利的运气时好时坏 手机没电的他正寻找插座 仅剩的空位竟然还损坏 德利正在无奈 却得到一位绅士的帮助 仅仅是一次抬头 四目相对的两人 心中便生起别样的情感 这位英国绅士便是今天的男主人公 奥利 与德利一样 他这辈子害怕的事情也很多 手上不能有细菌 眼前不能有黑暗 生活里也不该有意外 母亲的病征 自小便是奥利的心伤 或许是为了规避意外 长大后的他痴迷数学 要算出世间所有的可能性 只要有足够的数据 所有事都会变得可预测 滴水不漏 是奥利的人生信条 可惜这一次 奥利破了自己的规矩 他根本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同意 便借出自己的充电线 而在德利看来 一对男女至少要约会三次 才能共用电子产品 同样谨慎细致的两人 就这样结实于后继厅 奥利似乎对电池耐用度很有研究 在耶鲁大学攻读统计学专业的他 让德利印象深刻 他还意外发现 新伙伴与孤雏类的主角同名 奥利一听格外惊喜 想不到还能遇见 喜欢迪更斯的美国人 不过就读于纽约大学的德利 其实还没决定 是否要坚持文学道路 至少今晚他只是个迟到的人 就这样 一个总是拖延迎接生活意外的姑娘 遇见了总是精益求精 一丝不苟的身世 不知为何 他们不想离开彼此 晚餐虽然很简单 也像约会一般浪漫 两人都要去伦敦 但奥利在机场逗留 还有更特别的原因 他本学期的研究课题 是美国人错过航班的概率 仿佛是为德利量身打造 就算对方弄脏了手机 惧怕细菌的奥利 也有随身携带的食指巾 不过谈其关于机场的影响 两人就大相径庭了 德利一直讨厌这种忙碌的地方 可在奥利心目中 混乱的场合 正有大隐隐于世之感 无拘无束 倒也自在 不过两人的共通点 其实还很多 比如他们都不喜欢吃甜酱 德利顺势说出自己的三大恐惧 自己之所以克服幽闭恐惧症 搭乘长途航班到伦敦 是为了一场婚礼 花音未落 航班广播突然响起 两人连忙起程 终于没有再错过航班 可惜他们的座位不在一起 终于到了分别的时刻 奥利只是懊恼 自己的临别寄予为何是助你好运 就此落座的德利 心中半是苦涩 半是甜蜜 而远在后方的奥利 也忍不住抬头张望 自己在意的人 是否还在原地 命运的涟漪 就此再度激荡 由于安全带故障 奥利得到升舱服务 他与德利再次重逢 两人都是第一次坐商务舱 但害怕细菌的奥利 在哪都是一如既往 长达6小时47分的航班 就此开始 但两人谁也不会无聊 他们会一起设想空难 一起为起飞时的身体感受紧张 德利牢牢牵住同伴的手 仿佛那便是世上最安全的依靠 奥利健壮 向对方抛去一个又一个问题 思考喜欢的颜色与动物 可以帮助德利分心 克服工具 奥利很高兴自己的魅力被认可 这番对话收获意外之喜 可朦胧的感受一旦明晰 再牵手就显得太刻意 但不论如何 乐于助人的奥利 的确很受欢迎 老人还以为身旁是情侣 夸赞德利找到了白马王子 奥利顺着话题 称两人是在机场节时 因为手机充电节缘 德利连忙附和 对方的确是自己的能量源泉 老人不禁感叹 自己见证了一段浪漫 而再度落座的男女 也建立起更深层的关系 德利敞开心扉 表示明天中午举行的婚礼 正属于自己的父亲 和一位素未蒙面的女子 父亲原本是去伦敦就职 随后便向母亲提出离婚申请 他与女儿整整一年未见 仅仅是因为一封情节 德利便要跨越大洲大洋 去见证父亲的爱情誓言 这未免太过讽刺 因为对方会当着所有人的面 去承诺一件自己一年前才违背的事 长相厮守 似乎只是美好幻想 德利并非想要责备谁 只是两个人如果真心相爱 为何又要山盟海誓地互相标榜 仿佛没有大家的见证 真爱就难以延续 找到那个对的人 两人携手共青风雨 真爱即使就这么简单 婚礼是否隆重 道场宾客是否足够多 都没有那个命中注定重要 奥利说得很对 婚姻是一种承诺 可不是每个人都会信守诺言 土路真心狠 耗费能量 好在到了用餐时刻 奥利真没想到 两人的第二次烛光晚餐 竟然来得这么快 看来他们的进展的确很快 而德利的餐后甜点 是迪更斯的名著 欢好休闲状的奥利健壮 又得知了一个新秘密 其实德利与父亲有一个惯例 那就是父亲每次读完一本书后 都会将其喜欢的名著送给女儿 通常而言 德利都会被父亲感染 一起喜欢这本书 直到父母离婚后 德利才发现自己无法继续阅读 他还记得赠书那天的场景 自己找借口离开父亲的视线 看着书中被标注的名言 心中百感交集 父母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德利或许再也不会知道 他不想再读父亲的书 这次去伦敦 要原封不动归还 奥利一阵怅然 联盟提议两人看些爱情短剧 但愿故事里的美好结局 还能为德利装点美好梦境 他依靠同伴的肩膀安然睡去 奥利连呼吸都变得平静 他不敢惊醒对方 只好默默书写一句 这番话要送给记忆底的母亲 父母求学前 就是妈妈与弟弟到机场为奥利送行 在母亲眼里 她永远是个孩子 可奥利无法面对 自己离别时的不舍与恐惧 母亲重病在身 每一次分离都可能是永别 或许是有所感应 德利在此时苏醒 奥利连忙收取发言稿 并告诉同伴 其实没必要将父亲的书归还 德利与亲人有过美好时光 终有一日 他会选择原谅 既然如此 还是让人生少些遗憾 德利逐渐被奥利说服 他开始好奇奥利的亲情状态 可由于母亲的重病 奥利与弟弟性格迥异 在不同年龄段遭遇生活挑战 让两兄弟的人生观出现分歧 奥利这次赶回伦敦 正是因为母亲救急复发 奇迹没有发生 德利向同伴表示遗憾 无需任何言语 她的陪伴就能给奥利带来安慰 对方不禁感叹 德利真是个危险的女人 自己明明不是个封闭的人 却能到处心里话 气氛逐渐暧昧 奥利只好起身做睡前准备 两人一同来到洗手间外等待 紫红色的灯光让人随心而动 这是他们心底最真实的选择 如果不是突然开启的门 德利今晚或许能收获一个吻 她在镜子前直面自己 想要探寻什么 却又无法看清 第二天的太阳再度升起 航班已经到达伦敦上空 奥利抓住机会 询问德利要去的下一个地点 两人虽同在伦敦 却不在同一个区 正如天空中并行的白云 奥利坦言 世上只有漂浮的云朵 会和童年的想象一样 德利忍不住打去 童年画出的家人都是火柴人 奥利突然很想纠正 同伴的亲人是否如其所说 但要见家长 是五次约会后才能做的事 奥利不甘示弱 两人第一次见面 就已经共度量效了 德利一时语色 但也不是没有话说 看来规则都是留给世俗的 在真心面前无足轻重 但世俗规则就是很难打破 比如没有英国护照的德利必须走右侧 奥利只好留下电话 两人匆匆告别 可德利的手机已经摔坏 爱情似乎还没开始 就要因为意外结束 德利走到门外 也未曾见谁为自己停留 唯一的好消息 就是计程车上能为手机充电 而德利的手机还在坚持工作 只是那串来不及标注姓名的号码 恐怕再也没有主人 尽管正装打扮的父亲 还在期盼女儿到场 和德利的伦敦之旅 已经蒙上一层阴霾 好在他这次没有迟到 还能加入婚礼的伴娘队伍 德利心怀忐忑 见证父亲的幸福时刻 一切都是那样美好 但德利的心中 全都是傲力的模样 婚礼照常结束 距离晚宴 还有四个小时的空档 如今与父亲相处的每一刻 在德利看来都无比漫长 尤其是今天的新婚夫妻 还想让自己登台羡舞 但德利没有拒绝 一曲妇女之舞 听起来是爸爸的心愿 奥利说过 人生要少些遗憾 德利已将其纳入人生准则 尽管看到父亲与别人在一起 她还是有些疏离 恍惚之间 德利突然听见一旁宾客的攀谈 原来是奥利提及的剧场 要举行一场告别仪式 主角是两个儿子的母亲 与癌症抗症多年却还是久病复发 在美国留学的儿子 更是连夜启程回伦敦 德利瞬间明白了一切 奥利坚强的外表下 其实是苦涩的乐观 她连忙带上背包与鲜花 去坐下一辆前往剧院的巴士 婚宴开时间还有四个小时 德利决定与奥利见上一面 陌生的城市不曾阻挡她 从美国降临伦敦的爱情使者 也会为其保驾护航 只是故事的时间还要回播 带我们见证奥利的选择 其实在机场告别后 奥利曾在出口停留 可她还没有找到德利 却等来四处招摇的弟弟 在警察的特别关照下 两人只好快速离开 仅仅因为几秒的时差 奥利便错过一旁的同伴 她厌倦意外 和人生总与意外相伴 今天没有未接电话 只有母亲的告别仪式 等待忧愁的奥利 遵照长辈的心愿 告别仪式以戏剧作为主题 大家都成为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 奥利与盛装出席的父亲拥抱 并见到本次告别仪式的主人公 那就是参透人生真谛的母亲 她已经放弃最后的治疗 只想在离开世界前 与大家共居一堂 欢笑道别 父亲虽然强称效益 可面对一生挚爱 她的内心也难以平静 正如今日的主角所说 如果人们要在葬礼上知道此 表达对逝去金鹏的赞美 为何不再有机会的时候 当面称赞对方呢 那真是对心意的浪费 唯有看到人生终局时 你才能纵懒自己这一辈子 她很高兴 自己不长不短的人生 是一段优美的爱情故事 而这段故事 从自己认识丈夫的第一天 就已开始 莎士比亚曾说过 天底下的情人 谁不是一见钟情呢 舞台上的两人 也用生命印证了这句话 夫妻俩无比骄傲 他们养育了一对优秀的儿子 母亲也要再次感谢 所有在生命里 带给自己美好的人 就让歌舞代替到此 用欢笑说再见吧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告别仪式 尽管在欢快之宇 还是有许多人对目 尽管在众人欢聚时 奥莉还是有些痛苦 她暂时离开剧院 正如坐上巴士的德莉 暂时离开了酒店 在爱情使者的指引下 德莉如愿得知目的地方位 除了对方有些面熟 她想不出有哪里不对 不过先找到奥莉的还是母亲 母亲其实也明白 孩子希望自己不要放弃治疗 可她期望的余生 不是化疗换来的一年半载 母亲向奥莉道歉 她只是希望自己的离开 更有意义 这不是因为不爱家人 恰恰相反 这是因为爱得太深 母亲把时间还给儿子 此时的奥莉只想一个人静静 手捧鲜花的德莉 也在此时赶到剧院 她在众人引荐下 找到奥莉的家人 一听是大哥的朋友 弟弟安自窃喜 可被带入告别会长的德莉 内心却有些尴尬 她对告别仪式理解有误 原来奥莉的母亲就坐在这里 好在长辈们都很随和 也喜爱鲜花 这样的告别仪式的确很不寻常 但德莉其实能够理解 被大家夸散的喜悦 如果不再生前亲生体会 那就少了许多滋味 德莉的想法与长辈别无而至 她也从恩爱的夫妻身上 看到真爱留存的证明 世上一定还有一见钟情 正如大厅另一端的奥莉 也在默默注视着德莉 有缘人就是无法走在 一个拥抱 胜过千言万语 两人在泰晤士和叛崇聚 彼此都更加真实 德莉不得不承认 父亲的婚礼没有让自己厌倦 新娘也没有让她感到不适 满目都是幸福的画面 德莉突然很自责 自己先前对父亲的埋怨 似乎都有些不近人情 她也很想知道 为何同伴未将告别仪式告诉自己 奥莉深吸一口气 其实自己对告别仪式的回避 没有任何高深的原因 只是母亲放弃治疗的决定 让她无法理解这一切的动机 没有任何数学公式 或者统计学数据能够说服奥莉 母亲的选择其实没关系 其实只有9%的癌症患者 能够在病发后坚持10年 她本该为母亲高兴 德莉发觉对方仰装瓶颈 这些统计数字在此刻苍白而无力 那并非奥莉内心的真实感受 而这恰恰是对方应当表达的东西 奥莉不再说话 俯身亲吻爱人 这便是她的内心最真实的感受 而这番坦证没有得到回应 德莉其实很想支持对方 却无法回避方才的话题 因为奥莉的思绪太过分杂 只是借由并不高明的伪装 掩盖内心想法 奥莉的心思还是被对方看转 她的内心是挥之不去的悲伤 奥莉或许只是不想对一个机场偶遇的女孩 吐露真心罢了 这番冲突还是被弟弟撞见 只是告别仪式就快结束 已经到了亲人致辞时间 奥莉收拾情绪与德莉告别 可对方已经补出到一阵疏离 或许自己离开酒店寻找奥莉 就是一个错误 曾经甜蜜些后的两人就这样礼貌告别 奥莉怅然若失 再找不到心上人 却从一位面熟的宾客那里 拿到德莉遗落的背包 背包穿过走廊 来到舞台中央 成了本次发言的第一见证者 正如奥莉所说 莎士比亚一生创作过37部剧本 而母亲当年送自己上学 加在一起也有1900天 奥莉原本想要数字 概括自己与母亲相伴的岁月 直到脚下的背包出现 她才收起发言杠 收起自己先前理解世界的方式 奥莉其实很明白 母亲一子绝非数字所能涵盖 此时此刻的奥莉 终于能克服内心恐惧 执念人生所有的意外 母亲就是母亲 稍利会用余生名气的至今 只可惜这番感人肺腑的真心话 没有被迷路的德莉听见 她的手机再次没电 又问不出回酒店的路 只好借来手机 向准备参加婚宴的父亲求助 德莉还未开口 对方便察觉到异样 一听是德莉迷路 父亲连忙让女儿待在原地别动 她没有参加晚宴 而是来寻找德莉 一番解释必不可少 但在德莉看来 让自己经受意外的那个她 绝不只是飞机上的某人 奥莉很善良 又充满活力 只是有时候 德莉认为对方需要陪伴 这听起来有些天真 因为两人才认识八小时 默默聆听的父亲 倒是没有这么认为 爱情本就没有道理可言 她只看到女儿的勇敢 就像自己当初离开前妻和女儿 赶赴英国的选择 不是她不想延续从前的生活 只是自己和前妻 都不再付出心力 守护两人之间的感情 彼此之间也心知肚明 爱情有时就是一件很费力的事 就算选择对的人 也不会轻松 父亲其实能够理解 德莉更怀念从前的生活 但自己就是吸取了先前的教训 选择再次出发 寻找新的幸福 她实在不想失去女儿 德莉听完父亲的坦白 内心的包袱也终于卸下 连她自己都很惊讶 自己已将所有烦恼放下 德莉发自内心 为重获幸福的父亲感到高兴 新婚夫妻都很善解人意 能和对的人在一起 人生一定不需自行 在剧场送别宾客的一家人 也思考起人生的意义 奥莉的母亲仍在感叹 那位特殊访客的勇敢 大家都能看出 对方对奥莉的习惯 可在谨慎的长子看来 异地恋爱的成功率太低 或许会有很多意外 但家人们已从背包里的请柬 找到得力的方位 奥莉的追爱成功率再次提高 距离行动只差一次引导 与众心长的父亲 等到众人离开 终于有机会寄予长子 就算时间回溯30年 自己知道爱人会患上癌症 她也不会改变任何决定 奥莉听完一言不发 只是看着手中请柬 等待内心的决定 是否要前往那个举办婚宴的目的地 此刻的得力又是如何 奥莉都无从得知 只有爱情使者询问得力 今天的故事是否有美满结局 得力无法回答 她希望事情有所改变 又不知哪种选择才算正确 或许响应父亲的邀请 为宾客献上妇女之舞 才是此刻该做的事 得力突然想起一句话 想与父亲分享 她还未曾读完这本书 却仿佛明白了这句话 就让舞蹈冲在一切 让时间交出答案吧 毕竟奥莉已经做出选择 她希望家人们烧自己一程 12月21号的伦敦 注定是不同寻常的日子 奥莉一家的汽车 在打击小巷飞驰 留给魂眼现场的 却是无尽的为之 得力为大家的快乐满足 却也盼望自己的幸福 她依旧在等待 等待那个过目不忘的人 好在得力等待的人 已经被护送到楼下 有缘人就是不会走散 只要心系彼此 迈出的每一步都在正确方向 两人相过无言 却又胜过千言万语 奥莉终于可以敞开心扉 说出自己最害怕的事情 那便是意外 很遗憾 自己不是在飞机上解答爱人 答案之所以迟来 就是因为奥莉太过害怕 就像无法预知的疾病 就像自己总会疏忽 伤害到别人的心 活了21年的奥莉 从未像此刻般需要回应 可得力已经没必要再问什么 当你吐露真心 此刻的吻才真切无比 奥莉以后需要习惯 因为今后的日子里 德利会制造许多异败 事实上 德利现在就可以预见 自己又会做过 明天会纽约的航班 他突然有些好奇 奥莉在机场研究的 究竟是什么 对方淡然一笑 当然是一见钟情的概率 全片完 《出见惊心》是今年上映于 美国和英国的剧情电影 影片改编自美国作家 珍妮·弗义·史密斯的畅销小说 《一见钟情的概率》 故事围绕一次机场偶遇 讲述了男女主人公遇见彼此 却又离其走散 经历内心起伏 最终寻回真爱的故事 虽然影片一直在提起概率 但正如奥莉的父亲所说 人生或许有很多机缘桥格 但总有一些遗憾的片段 是即便时光倒流 也依旧会选择经历的坎坷 因为挫折的外衣之下 是无怨无悔的付出 是让一切变得有价值的幸福 没有人知道 生命里的明天和意外 究竟哪一个先来 只能竭尽全力 不给人生留遗憾 所以奥莉会告诉德里 别把那本书还给父亲 所以德里也会告诉奥莉 是该直面内心 能够随心而动 与爱相随 已经是人生莫大的幸福 珍惜那个让你不惧意外的人 别再辜负任何遇见 不论德而复失 还是不曾拥有 幸福都在我们手中 只等我们抬头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听完今天的故事 你是否有所感怀呢 是否有想到 自己曾经一见钟情的时刻呢 请在评论区 和我们讲讲你的故事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了